各位朋友,大家周末晚上好 继续给大家解读《古诗十九首》 本来呢,咱们是按顺序来解读 但是咱们明天啊,是七夕节,七月初七 所以今儿晚上咱就应个景 把这个第十首《条条千牛星》 提前到今天晚上来讲 先给大家读一遍 调调千牛星 脚脚和汉女 先先着束手 眨眨弄积住 终日不成章 气涕凌如雨 和汉清且浅 相去复及许 盈盈溢水间 默默不得雨 同样的,这首诗也是延续了《古诗十九首》的特点 读起来特别的顺畅上口 一读就懂 大义咱们就明白了 当然这里面因为《牛郎之女》的传说 也是十分的深入人心 但是细品起来还是有很多东西 值得我们去学习和回味 下面我就跟大家一起 咱们一句一句的仔细的品读一下 第一句 这个《中文》迹 《迹牛和只女》是两个星秀的名称 牛郎星属于天英星座 在银河之东 织女星属于天琴星座 在银河之西 与千牛小相对 那么在 中国古老的传说之中 这两颗星星 已经不是简单的天上的星星了 它们有着感人的情感纠葛 实际上最早在诗经里面 就已经写到这两颗星星 诗经《小雅大东》里面 写到这么几句 岂比之女终日其乡 虽则其乡不成报章 欢比千牛不以福乡 这里面写到了千牛和之女 当然这里面 只是作为两颗星星来写的 而且这一句的异象 在这首诗里面 下面一句终日不成章 实际上也是话用了这一句诗经《小雅》 到了这个《怀男子》 这本书里面 就开始把这个之女星 写作一个神女了 在曹丕的阉歌行里面 包括曹植的洛神父和九永里面 都已经很明白的 把千牛和之女写成这种夫妻了 开始有了这种神话传说的影子了 那么曹植的九永里面说 千牛为夫 之女为父 之女千牛之星各处和谷之旁 七月七日乃得一会 这个曹植的这句话 应该是目前可考的 最明确的关于 这个牛郎之女的神话传说的一个记载 那么古诗十九首呢 这一首写这个千牛之女星的这种隔离 当然这个时代呢 据考证是东汉后期 略早于曹丕和曹植 那么这首诗和曹氏兄弟的作品 加以对照啊 我们基本上可以判断 应该说东汉末年 再到这个魏 这个三国时候魏出的这段时间 那么千牛星和之女星的故事啊 应该是已经定型了 回到这两句 条条千牛星 脚脚和汉女 这两句描写两星相对的一个清冷的环境 很多专家说呢 这里又用了一个修辞手法 叫护纹 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两颗星星啊 都可以用脚脚和条条来形容 这实际上你倒过来 说脚脚千牛星 条条和汉女 也是一样的 说这是一种修辞手法 这种说法呢 我不是特别的赞同 我们来仔细分析一下 你比如说条条 我们知道是形容道路特别的遥远 但是我们从后面的诗句 说和汉清且浅 相去富吉许 说这个和又清又浅 相去的距离根本就不远 所以从这句话来看呢 实际的路程根本就不是条条 所以他这个条条啊 实际上是织女心中的主观感觉 就是说织女望着和对面的牵牛星 近在咫尺不能相会 所以他心理上觉得是远在天涯 这是心理改变空间的一个例子 所以他用了条条这个星星 这个词啊 来形容牵牛星 同时啊 这个角角 角角实际上 我们知道这个字是明亮的意思 表面上是形容这个织女星 特别明亮 当然这个明亮啊 是一种自然属性 而且呢 根据现在天文学的观测 实际上织女星的 这个亮度啊 是牛郎星的好几倍 因为它的质量也是牛郎星的好几倍 所以两星相比 我们从地球上看过去 织女星显得更加的角角 而牛郎星呢 就显得略暗 所以呢 用角角形容织女星啊 它本身就有这个视觉上的一个自然属性 但是诗歌从来都不是停留在表面的字啊 我们仔细去品味一下 实际上它不是说形容表面的亮度 实际上它是把织女星描写成一个少女啊 角角实际上这两个字是用来形容他容貌的这个漂亮 还有内心的纯洁 这个角角两个字形容内心的纯洁 是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啊 我们知道司马向儒和卓文君的故事 那个司马向儒去做了官之后啊 开始有画画肠子了 卓文君在家里听说之后啊 就给他写了一首诗叫白头音 里边有一句叫哀如山上雪角如云间月 温君有两亿故来相绝绝 他用山上的雪和云间的月亮 这两个都是特别洁白的东西来形容自己的心意 说我的心跟山上的雪和云间的月亮一样的矫洁 所以角如云间月 听说你有别的想法了 所以咱俩算了吧 温君有两亿故来相绝绝 所以从这里边你看这个角字 实际上它是形容自己的心地的这种干净纯洁 所以我们说这一句啊 角角和汉女啊 他不是说写这个 这个和汉这个星多亮 实际上他是借以写这个织女的容貌有多漂亮 同时说她的内心有多么的这个纯洁 下面一句 这个四句啊 应该是说先写了动作神态 然后写了哀怨的这个心情 鲜鲜是形容手的这种鲜柔细嫩白皙 闸闸 是织布时发出的这种有节奏的声音 上句写的是眼前所见 下句写的是耳中所听 鲜鲜两个字啊 我们从音韵上感觉一下 你读出来这两个字就就感觉它是 有一点这种缠绵翡翠的感觉 我们读这个岳府诗里边 《孔雀东南飞》还有一句叫 仙仙做戏部 精妙事无双 咱们现在说谁哪个女子漂亮 说她的妖戏啊 说仙妖 是仙仙束手啊 我们感受一下 它是一种动人的美 那作者在这特意写这个束手仙仙啊 实际上是一种文学的这种手法 越是美的东西 在遭受这种痛苦的时候 越容易引起人们的这种同情 汉玉甫明歌里很多这种手法啊 在这个莫上桑之前给大家也读过 采桑女 作者描写这个罗夫 一上来就写她的穿戴 多么美 头上尾舵记 这个字读尾 就是通这个尾仪的尾 而不是读倭寇的倭啊 这特地说明一下 耳中明月珠 戏以为下群 子以为上儒 孔雀东南非里边也是岳父诗啊 写刘兰芝也是一上来写她打本啊 说足下涅丝驴头上戴冒光 妖若留完肃 耳坠 明月党 这些文学手法都是写这种主人公的美 这么美的人一旦有不幸的遭遇 我们就特别的同情 反过来说说现在你说 比如说那些网络上有些丑性啊 什么芙蓉姐姐 什么凤姐啊 假如说这些人失恋了 那我们要知道这种网络消息啊 最多当个丑闻哈哈一笑 也不会特别的心疼 但是呢 你说这个刘兰芝 这个秦罗福啊 或者说刘亦菲 林志玲突然间被家暴了 那那这个 你看到这个新闻 那你的心情自然就不一样 再往下 这个拙 先先拙束手 这个拙啊 其实就是伸 伸手的意思 原来本意是引出抽 那么这里是伸手的意思 先先拙束手 实际上是说 拙先先束手 他这是一个盗装 为什么盗装呢 实际上是跟下句的 闸闸弄机柱 做对杖 因此改变了句子的结构 从岳父师开始啊 他已经在刻意的找这种对杖 这个闸闸是个相声词 是织布机发出的声音 这个柱呢 是织布机上的梭子 这个闸闸两个字啊 我们我就想到这个木兰词里面 这个北朝明歌 南北朝的这个明歌 北朝的明歌 木兰词 鸡鸡富鸡鸡木兰当户之 他这个重复啊 鸡鸡富鸡鸡 它是一种劳动的 简单的这种重复 同样 这个闸闸弄机柱 这个闸闸两个字之所以用叠词啊 它也是一种劳动的重复 再看下边 它有一个 这个弄 弄机柱 这个弄字啊 就什么意思啊 它就是我们现在有个词叫玩弄 细弄啊 可见这个弄字啊 这个它是没有那么认真啊 这里读出来一点这个织布的这个人啊 有点心不在焉 他没有用 比如说你要是用个礼 整理的礼 他礼记住 那就不一样了 它是很认真的一种形态 从这一句呢 我们读出来说这个织女啊 虽然伸出束手 但是他无心于织布 他只是在那儿这个弄来弄去啊 弄这个织布的梭子 反而自己的眼泪啊 涕气如雨 像雨水一样的 这个像雨滴一样的滴下眼泪来 讲到这儿啊 讲了六句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章法结构 这头两句条条 牵牛性脚脚和汉女 实际上这是一个直接的这种铺陈 写了主人翁 写了这个环境 然后紧接着写 先献着束手 眨眨弄机柱 这紧接着写织女织布的这种形体动作 再接下来一句 终日不成章 气体零如雨 这是描写这个主人公织布时候的心理和这种形态 这就是章法结构 这个环境 地点 人物 这个事件都写出来了 我们写东西啊 之前有一个朋友 他发了一首这个 武律 当时咱们好几个人同时指出来说你这个八句话互相之间不挨着啊 这个这就是章法结构的问题 接着看咱们这个句子啊 终日不成章 终日不成章呢 是从小雅大东里面画画过来的 那么终日七乡不报成章 这个章呢是指不薄的文理 不成章 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知不成步 实际上他这个知不成步啊 是是其实是自己这个心里有事 无心之步 紧接着说气体零如雨 还就是描写了他这个伤心痛苦的这种状态 那么再接下来看呢 实际上我们更能够看出这个章法 那为什么气体零如雨呢 诗人紧接着下边一句 说这个和汉清且浅 相去富及许 盈盈益一水间默默不得雨 这里边解释了原因 说这个这种悠长的相思啊 搅乱了内心的瓶颈 这个主人公啊 他没有办法专心的支布 是这种咫尺天涯 相望不可及的这种苦啊 让他这个替泪连连 那么两个人又为什么隔阂相望不能相见呢 难道是因为这个河广水深吗 像我们读诗经里边说河广啊 这个汉广水太远了 过不去 那么这接下来作者又给了一个否定的回答 说和汉清且浅 相去富及许啊 说这个和又清又浅 距离也很短 往返一趟很容易 那为什么又隔阂相望不能相见知识天涯呢 这个诗人没有回答 那这个主人公也没有回答 来了一句 盈盈一水渐默默不得语 哎呀 我不能说呀 这个什么原因我自己不能说 从这里边也是回到刚才那个主题啊 章法布局的巧妙 你看他这里面 呃 有解释原因 解释原因之后又又来反问 反问之后又来回答啊 所以这个这个文字看山不喜平 他这里边的章法结构布局的巧妙 哎 从这个没两句一转就看得出来 接下来我们再详细的解读这几个句子啊 那么盈盈一水渐 很多人说这个盈盈是形容水 我们知道这个水满则盈 说水满了就是就是形容水的这个冲盈 那这里边呢 而且这个盈盈是放在一水 这个词之前 这肯定是形容水的 呃 但是啊 我觉得这种说法 嗯 不够到位 为什么呢 因为前面有一句啊 说和汉轻且浅 那么这个和汉又轻又浅 他怎么能是这个盈盈呢 盈盈是满的样子 不会很浅 对吧 那么另外一种解释就出来了 那么文选里面有一个注解 说盈盈是端立之貌 说什么呀 说是漂亮的样子 呃 另外有一种说法 说这个呃 盈盈盈的盈是通这个 盈正的盈啊 王口岳被烦那个盈 那个盈是指容貌 是个通甲字 啊 音童呃 做了这个古字的通甲 这里边是形容女子 仪态端丽美好 这种说法就 一下就解释的通了 呃 汉月辅莫上桑里面说 盈盈 功辅步 然然 辅中驱 还是形容走路的样子很美 然后呢 还有在古诗十九首里面 还有另外一句叫盈盈 楼上女 脚脚 当窗涌 这个盈盈楼上女 哎 这一下这个盈盈就是指这个女子的容貌了 这里就特别的清楚 呃 所以呢 呃 我们说这首诗的主人公写的是织女 所以呢 这个盈盈益水间应该是指织女 啊 这个美貌的样子 还端坐在这个 呃 这个天河的另一边 默默不得语 这个默默呢 在尔雅的注释里面说默是相视也 默默说相视之貌 就是两个人对着看 你想两个情人 含情默默 我们有个词叫就是这个意思 默默不得语就是说呀 和汉虽然清钱 只女和千牛只能隔岸相视而不得语 这个默默不得语啊 我们初读啊 能读出来一丝无奈 那再品呢 其实是大有深意 明代有一个文人叫中兴 他写了古诗归 里面他评论说 岳府之妙 再能使人精 古诗之妙 再能使人思啊 哎 就是说这个诗的妙处啊 他能够让你思考 所以盈盈益水间 表面上看 是一种什么呀 悲伤的一个美女的形象 这里边可能是望穿秋水的凝视 可能是泪水的这种剃气 也可能是销售的熔岩 这个织布机上的鲜鲜素手 但是你细想这个默默不得语 他肯定是有内涵的 什么内涵呢 一个是不得语是什么呀 一个是不需要说 就是说两个人 虽然隔阂相望 不能相不能这个相对 但是呢 心心相应 千言万语啊 尽在不言之中 不需要这个耳鬓思摩 这个你弄我弄 在这说些这个心理话 这个有点像什么呀 像这个秦官 在他著名的雀桥仙里面的那一句 两情若是酒常识 又起在朝朝暮暮 说咱们两个要的是天长地久 这一天不在一块还没有关系 当然这个这首诗我们也有另外的解读 说这个秦少游 秦官实际上就是个爱情骗子 他天天棉花素柳 走了之后 离开一个青楼之后 他要给自己的一页情 几页情 他找个借口 他要劝这些青楼歌女 你想开心 别纠缠我 咱不一定非要朝夕相处 他找个借口 说两情若是酒常识 又起在朝朝暮暮 这样的话呢 他自己好轻轻松松的 去下一个地方 继续这种生活 所以这是另外一种解读 这个扯远了 咱们再回来这个不得语 这个默默不得语呢 还有第二个内涵 这个第二个内涵是 没有办法说 没有办法说 既然两人如此的相爱相思 河汉既清又浅 那两个人隔壳相望 不能来往的原因 肯定不是河水的阻隔 应该是人为的因素了 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使他们两个 没有办法往来呢 而且呢 他们两个还不能当众申诉 所以这里边啊 就有一种不能相会 他背后的这种忧怨 就生动形象的 就表现出来了 这个时候让大家也有同感 其实你如果把这个原因 说清楚啊 这个原因就 固化了 就变得唯一了 你比如说我打个比方 咱们假设一下 说这个牛郎啊 没钱送彩礼 那和另外一些读者呢 他读到这一句 他说我也是没钱送彩礼 我就有共鸣了 但是另外一些读者呢 如果说我有钱 但是年龄不合适 就被人拆散了 那这个读者就没有共鸣了 那你要是不说具体原因啊 那你一下就留下了这个思考 回味的这种余地 咱们说这个 咱们举个例子说 李玉啊 李玉那一首著名的 这个那一句叫 问君能有几多仇 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他这个几多仇啊 他也没说是怎么仇啊 实际上他这个 这个国魄夹王 对吧 那么但是他在这个 这个 他已经做了阶下囚了 被封了一个唯命侯 他的老婆还时不时的 要被这个 这个宋朝的皇帝 拉进宫里边去强奸 是吧 他肯定是仇啊 但是他不能说 他一说啊 那你是不是想造反啊 你就是想复国是吧 你不找死吗 所以他不能说 但是因为这不能说啊 这句话成了这个千古名句 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人生不如一世长八九啊 但是每一个读者 每一个人 他愁的东西不一样 咱们现在说 有人愁房子 有人愁票子 有人愁这个 愁妻子 孩子 位子 读到这一句的时候 你都有可能有共鸣啊 因为你不可能像李玉一样 你在国魄夹王了 是吧 也不可能有几个人 有这样的际遇 但是呢 你生活中 其他不如意的事啊 同样能给你带来这种 这种悲哀 愁 愁绪 所以你读到这一句 你就有共鸣了 问君能有几多愁 掐自己江春水向东流 应该说啊 这首诗写到这啊 和汉清浅 相隔不远 却又永远不能逾越 这个意象啊 成就了文学上 哲学上一个 永恒的一个悲剧 这首诗啊 内容啊 我大概就解读到这 那么很多专家说啊 这首诗有三大优点 说一个是说浪漫 丰富的想象力啊 说这个对于天河的这种想象 影响了很多后代的诗人 包括郭沫若 后来他写过 也写过那个 那个天河 这个我记得咱们初中的时候学过 我就具体的诗 我就不说了 第二个的特点呢 说它是抒情和写情的一种 有机结合 在这儿我想特别强调 特地强调一下第三点 就是这个碟字的一个巧妙的运用 这首诗啊 一运到底 十句诗中有六句用了碟字 而且呢 全部是用在聚首 这样呢 你读出来的时候 就有一种很强的 这种音乐节奏的美感 应该说这碟字是汉语特有的一种修辞方法 一个字重叠之后啊 它的感觉会有某种附加 而且呢 有可能比原来单个字的这种内容啊 有更多的延伸 更多的这种想象 你比如说一个字调 调只是远 但是调调 你这么一读 你就觉得非常远 很远 你说角 角角 角字呢 你就觉得亮 但是角角 它立即你脑海中 你应该有一种什么感觉 一种夜空渺茫 这种星光灿烂的这种视觉感受 这个非常的很多星星星光灿烂 这个鲜鲜 渣渣 这个渣渣 它自然就有一种织布的这种节奏 这种好像繁忙 但这种繁忙呢 又是一种反复 有一种行声兼备的这种感受 鲜鲜啊 这种秀美的感觉 柔弱的感觉 马上就出来了 刚才这个盈盈默默 这两个字呢 我解读过 我就不再重复了 这种叠字啊 有的时候还有另外一种啊 像连绵词 我们叫连绵词 就是拆开不好用的词 最好合在一块词 合在一块用 比如说蜿蜒 这种字叫连绵词 很多初学写诗的朋友啊 喜欢单个用 他有的时候凑运呢 凑平字啊 这个单个用 其实单个用 我们感受一下 这个意象就会差很远 你比如说茫茫 天地一片茫茫 这个茫茫 有一种苍茫 浩渺 有一种无尽 没有无技无牙的感觉 这还有一种模糊的感觉 但你说用单个的字 很多我见有的朋友写什么 泪眼茫 这马上感觉这个意象就差了一些 还有说这个悠悠 比如说白云千载 空悠悠 这里个悠悠啊 马上有一种这个白云啊 聚了又散 散了又聚 聚了又散 这种不断的感觉 但是你只剩下一个字 马上这感觉就差了 有的人写实写成什么 孟思悠 这个悠字感觉就像什么呀 像这个鞦韆 荡出去没回来 悠悠两个字 鞦韆荡出去荡回来 荡悠悠 但是你只用了一个悠字 就感觉这个话没说完 刚才提到一个连绵词 叫蜿蜒 这个蜿蜒啊 知道它是一种 弯弯曲曲的这种长 又长 它又弯弯曲曲 那你比如说大河蜿蜒 这个群山 绵延啊 这个这种词 但你很多初学写诗的 为了凑个运 把它拆开 说什么大河 盐 大河蜿 这个马上 这个意象就差了 这首诗的一个特点之一 碟字的运用 我在这特地的这个说明一下 好了 这首诗的内容 咱们就解读到这儿 回到今天的这个主题 说明天是中国的七夕 很多人啊 包括现在网络上 包括咱们群里写诗啊 直接就把七夕定位成中国的情人节 实际上 真正要说中国传统文化 文化里边的情人节啊 应该是农历正月十五 所谓的上元节 这一天才是真正的中国的情人节 呃 我给大家发一首诗 看看这首诗的内容 就是说明这一天是情人节啊 我们来看欧阳修的这一首啊 去年元夜时花式灯如咒 月上柳梢头 人月黄昏后 这个元夜时啊 写的就应该是正月十五的上元节 花式灯如咒啊 写的是关灯的情景 那么月上柳梢头 人月黄昏后 写的就是情人节 情人相会的情景 实际上这个正月十五啊 这个上元节才是传统中 中国的真正的情人节 男男女女这一天晚上 借关灯为名 哎 来去相会 优惠 那么七夕节呢 实际上 呃 真正的传统啊 不是情人节 七夕节最早起源于汉朝 《西经杂记》里边记载啊 汉才女常以七月七日 穿七孔针 与开金楼 人聚习衣之 这一句呢 就是写汉朝啊 七月七日啊 是这个 宫中的这些少女们 呃 这些女子 她是 练习 这个呃 女工真知的一个节日 那当然南北朝时候的这个 刚才说了南北朝时候有记载 已经把这个 这个牛郎之女啊 这两颗星赋予了一些神话的色彩 呃 然后牛郎之女的这个故事啊 慢慢的就融入到了七月七这个节日之中 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之下 七夕节在中国传统里面从来也不是情人节 呃 他后来被叫做起巧节 起是乞丐的起 巧是巧妙的巧 起巧节 顾名思义 它是祈求 心灵手巧的意思 在这一天啊 呃 没有出格的这些少女 呃 他们成群结队的一起游玩 然后互相比一比自己亲手做出来的工艺品 呃 并祈求自己永远能够心灵手巧 那么有一首诗啊可以说明这个传统啊 开源天宝仪式里边记载啊 唐太宗 跟这个妃子们啊 每逢七夕在这个宫里边夜宴啊 宫女们就开始各自起巧 祖勇 当时著名的诗人啊 这个祖勇啊 就是写过那个烟台一去客心经 甲骨萱萱汉将营那个著名的这个呃 编赛诗人祖勇他写过一首就是描写这个情景的 呃 我发给大家 这首诗的标题叫七夕啊 祖勇描写的就是这个情景 甲女求天女更蓝意未蓝 玉婷开粉细罗秀捧金盘 向月穿真意临风整线南 不知谁的巧明淡是相堪 哎这首写的就是在这个七月七日的晚上 大开宴席 这些宫女们捧出自己的金盘 金盘上拖的当然是自己的手工作品啊 然后在月亮下边互相比较啊 这个再做一些手工啊 大家比一下看谁的手最巧啊 明明天呢 晚上看不清 明天早上咱们再比啊 在这么一个情景 从这首诗啊 就是非常清楚的看出 当时的七夕七月七日的这个传统 他并不是什么情人节 再来看一首李商隐的七夕啊 这个标题 他也是写的七月七日的晚上 我们看这个内容 他也没有写情人啊 也的写的是同样的这个传统 就是七巧节 孔是仙家好别离 故叫调递 左家妻 由来必落银河畔 可要金风玉露石 轻漏见仪 相望久 微云未界 过来迟 岂能无异 愁无阙 为与支柱 弃巧思 而这首诗啊 他就是说 哎呀 这个 必落银河之畔 应该是牛郎之女相会的一个好地方 那么为什么一定要等到七月七才相会呢 那么是不是这个仙家有特别的爱好 特别喜欢别 这个离别呢 这个 从这个猜测仙家的心思入口 只有离别之苦 才有佳期之热 然后呢 最后呢 转道描写 七月七的一个气氛 和期盼团圆的心情 写到了这种民间风俗 就是捧出食品 让蜘蛛带位奇巧 当然这里面用了一个双关语啊 那个猪丝的丝和丝线的丝 是谐音的 是同音的 又用了一个说 有食品来供奉这些蜘蛛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答谢 这个大雀桥的乌雀呢 这么一首诗 这首诗呢 也说明了唐代的这个 七月七的一个传统啊 那么宋元时期 七夕节啊 也是非常的隆重 跟春节一样 是重要的一个节日 当时已经设有专门的叫七巧市 大概就跟咱们现在赶集一样啊 为了这个七巧节 专门设了一个集市 而这个七巧市 顾名思义 它就是专门卖这些 七巧物品的这个市场 就是这些女性用的 这些女工针织的这个针线啊 这么一个市场 在今天 日本韩国 仍然在过七夕节 也就是七巧节 它的主要内容啊 就是对唐代宋元的这种七巧节的这种传承 在日本七夕节被称为七夕纪 这个是从奈良时代开始传下来的 奈良时代我们知道是大概在公元八十几初 这个时候正是中国圣唐时期啊 奈良文化受中国圣唐文化的影响非常大 那么我们现在去日本旅游啊 你去奈良 很多的佛寺的风格啊 跟唐代的建筑风格都是一样的 那么也就是说 七夕节就是从那个时候 从中国传到日本 当然日本后来在明治维新之后 把这个七月期从这个农历改成公历的七月期 但还有一些很多地区啊 地方上还在延续使用这个中国的农历七月期 中国的这个七夕节和中国是一样的 也是农历的七月期 不管是日本和韩国 他都延续了这种七夕节七巧的这种风俗和习惯 都在祈求这个姑娘们能够心灵手巧 日本啊 还有这个在七夕节写下这个诗歌的这种习惯 他们在诗签上写下自己的愿望 用诗歌的形式写下来 然后挂在院子里的小小这个竹子上 那么在韩国呢 年轻的姑娘们把瓜果还放在这个桌子上 然后呢磕头祈祷 祈求自己啊 心灵手巧这么一些习惯 但最近两年啊 网络上有很多的这种评论啊 这个韩国经常把我们的传统节日拿去身移 我们这边网络上就一片骂声 说句实话 我看到这种消息的时候啊 就是一觉得有点遗憾 也觉得呢 有一点庆幸 我自己在网上查了一下 韩国已经有18个项目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移民录 这个此前入选的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 有一些真的就是我们中国的内容 你比如说江陵端午纪 这个就是咱们端午节啊 再比如说宗庙祭礼和宗庙祭礼乐 这两项内容就是咱们这个 最早这个周礼传下来的祭祀的这种形式 咱们自己不搞了 人家在传承 但这是我们的遗憾啊 我们自己的东西被别人拿走了 那么庆幸的是什么呀 是中华传统的一部分 至少还有人类社会的其他一部分人在传承 而且呢 别人不但传承还示弱珍宝 还要去拿去申请这个世界文化遗产 我们的网络在指责韩国人的同时 我们自己的内心是不是应该存在一丝愧疚呢 在咱们文革的时候啊 很多这个传统节日的文化这个内容啊 都被打上了这个所谓封建迷信的标签 在那个十年之间啊 除了这个春节啊清明节啊 很多其他的节日啊都已经被取缔了 咱们很多民间承袭上千年的这个七月七日奇巧的活动 也从此中断 文革结束之后 这个很多传统节日开始回归 但是呃 这个十年我们也是丢失了很多东西 再加上现在经济的高速发展 经济高速发展 这个物语横流啊 传统的过节方式啊 离我们越来越远了 呃 甚至连原本的内涵啊 也都被这个扭曲和误解 呃 当然我们用发展的眼光来看 随着这个时间的这种推移 你说一些传统节日增加一些新的内容 啊 情人们愿意利用这个日子浪漫一下 也无可厚非 那呢 咱们现在的这个商家啊 除了把这个清明节之外 这些这个其他的这些节日啊 都能给商品连上啊 都能给他过成情人节啊 你看咱们圣诞节 西方圣诞节 现在也被这个弄成一个浪漫的符号 晚上要约会要送礼 这2月14号 这个Valentine's Day 西方的这个Valentine's Day 到了中国也变成一个情人节啊 呃 除了情人节那就是购物节 咱们是京东有什么购物节 什么双十购物节 什么双十一购物节啊 呃 这个说到这儿啊 我们是反思一下 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 我们失去的中华传统文化到底 失去了多少 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去保留和传承 好了 那么今天这首诗啊 咱们就讲到这儿 那也做了一些发挥 呃 就说这么多 谢谢大家 周末愉快 期待 哦 还很服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